ESPN称林书豪中国佬 35分钟道歉下架 林书豪领军的尼克 前天台钢挑战八连胜失败 美国体育频道ESPN 随后就在手机网页新闻 以盔甲出现裂缝为标题 指出林书豪的失误造成尼克诉求 不过Chink也是带有强烈 总图歧视的字眼中国佬 这样的标题立刻一起抗议 ESPN在35分钟后撤下标题 并发表道歉声明 事实上林书豪在NBA的奋斗 受到许多球迹以外的困扰与挫折 他刚到尼克就有球迷留言 会林书豪是送外卖的 或是中餐馆的服务生跑来打NBA 还做林书豪的眼睛太小 在球场上接不到球 正至林书豪在NBA爆红 并发林来风风潮后 还是有带着种族及时的人 抱着要看林书豪出包的心态 林书豪确实不是神 他在球场上会犯错也会失误 你可以批评他的球技不够成熟 也可以说他还年轻 球风不够稳定 可是如果以种族歧视的字眼 对林书豪做出人身攻击 那就真的是太over了 动新闻最好不要惹到林书豪的粉丝报导 通过汇动时 six 通过汇动即参加了